好了,先教大家做MC 這裡就是我輯錄了 由Sample Paper 去到2020年 DFC那些MC Choices的分佈 這樣呢 這個是Section A 這個是Section B 這個是整份卷的 你發覺無論Section A、Section B 還是整份卷 那個MC Choices都是平均分佈的 即是說你狀司 是不會提高你答對的 命進率的 所以千萬不要 是不適宜撞施 這個是一個很 怎樣說好呢 不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好了,應該是怎樣撞 會好些呢 好了,這裡有幾個情景 第一個情景 假設有個同學拿大約Lv4 Lv4就應該可能 你整份卷不會十多題 假設他是答了這樣的Choices 即是Section A有些會做 有8題不懂 Section B有5題不懂 都一個合理的情況 好了 如果他這13題 他亂撞的話 平均撞對的題數 就3.25 這個只是平均數 即是說如果他不幸 是可以一題都撞不對的 那13題全部亂撞的話 好了,但是應該怎樣撞 會好些呢 就是我們看回剛剛的Choices分佈 Section A是平均分佈的 即是說每個Choice 其實都至少有7條 所以你這8條應該是要全部撞多的 那你這8條就會有3條是命中到 至少有3條是令到你對的 好了,而這5條又怎樣 全部撞了A 那就是說呢 剛剛我們就說了這8條有3條是對的 然後你5條撞了A 那你就會有2條撞對的 那就是說呢 你現在呢 這13條呢 你已經至少有5條撞對了 那已經是大於等於你是亂撞 而你亂撞呢 是未必是拿到3.25 這個只是平均數的 那當然你說你很幸運 你13條全部撞 那但是這個 你按這個統計學的角度來講呢 就是按這個Expective Value的角度來講呢 你用這個方法撞呢 肯定是好過你亂撞的 好,那我們再看多一個情境吧 情境2 第一次有個同學拿Level2的 那拿Level2的話呢 他用這個方法去撞呢 就更加有利的 為什麼呢 那他現在呢 當他有23條不認識 就是他拿Level2有一半認識 一半認識 那如果他亂撞的話呢 這23條 那有四分之一的機會是對的 那他真的會撞到5至6條 那如果他用這個策略 這14條全部撞到最少Choice那個 那就是說這14條呢 他會撞到4條 而這9條呢 他可能全部撞到B 那B因為至少都有3個 那他撞到2條 那這個情況呢 他就會適合6條 那都是大於是他亂撞的 好了 接著這個Signable 拿5聲了 一樣用到這個策略的 那 那你說 那他這裡有兩條不認識 那應該撞哪個Choice呢 那他如果在這個情況 他應該要把這些Choice 隔在一起看的 就是說呢 他在這個情況呢 他答A有12條 答B11條 答C10條 答Dot10條 那他呢 就變成呢 這兩條呢 這兩條呢 就應該可能 兩條合在一起呢 就會 一起撞Dot 那因為Dot呢 至少都有11條 對不對 或者C也至少有11條 整份捲個Choice 平方分布 那所以這兩條 就一起撞Dot 那他這個情況呢 他撞到對 就會撞到1條 那都是大於是他亂撞的 那如果他亂撞的話呢 他兩條撞4分1呢 就撞到0.5條而已 那就算當你極度不幸運 你全部的Choice呢 很平均的好 那你用我這個策略 都一樣可以的 就是 你 例如這四條 全部撞A 那你會答對至少1條 因為A至少有7個 那這四條 就全部撞Dot 那因為Dot也至少有3個 那你就會有兩條的 那也是 這個策略呢 大概等於你亂撞的 那就是說呢 這個策略比起你亂撞 或者你盲目地撞C 是一定優勝的 這個已經是最不幸運的情況了 那但是呢 我這個策略都不會 順適於你亂撞的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撞MC的策略 但是 大家留意一下 你平時做Mod 那些Session A 和Session B 是不會分別平均分佈的 是DSE才會的 但是你的目標都是考DSE 這個是我輯錄了好的標 數學科 我做P1沒有100